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暫言第三十一章 第十七 第十八节 他已能力速要使傍庇有力 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利 他的灯中夜不灭 当你掌握第三条路 当然这个象只是你会发觉 凭这个阶子变成这条石 其实不是的 因为神知道这个只是一个开始 然后凭这个象做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我们甚至想说这个盆石出水 也是用这个象去碰这个盆石 不过摩西因为击打 用去击打这个盆石 所以他进不了迦南美地 现在你就知道 如果说这个象 这个象原来是因为这个象 而导致摩西不能进迦南 你想想 神是不是刻意 让你真的注目在这个象 但是很多人去读这些经文的时候 就好像柏子蒙着的面 他完全看不到这些经文 所以现在你明白了 神为什么使得这个象 会成为以色列人出埃及 因为摩西进不了迦南的主角 因为他是最早要伏善 不单是摩西有象 因为以色列人要走抗野 所以每个人都要有象 现在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其实原来 有一个这么明显的主角 有一个这么重要的主角 其实一直都是摆住了 在圣经里面 但是却被人遗忘了 但是你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神用这个活剧给你看到 你在信仰上操心大意的话 整个人类历史当中 都永远不能够进入神的角 永远都不能够经历神的角 永远都不能够经历这一类型的信仰 对吗 你发觉这人没有神迹 是因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有这支象 就如我所说 如果摩西没有这支象 你将这支象抽走的话 如果你身为这支象的话 你就会以这个观点体见 就是说 原来所有神迹 就算连红海分开都是摩西举象的话 你就会发现没有这支象 就没有这些东西了 现在你明白 为什么普遍教会是没有神迹 对吗 因为原来他根本没有了这支象 但是这支象是在说 重生的信仰历程 就是我经常说二人之路 就是说没有神迹 你都不用知道那些人会上到天堂 他们都没有重生 对吗 重生就是开始了你这个神迹的道路 主耶稣基督就示范给我们看 主耶稣基督你会看到 他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加拿 随便走 圣经记载的 OK 但问题你会看到 主耶稣三十岁之前 不是全部没有神迹 对啊 他三十岁之前没有神迹 是他长大了三十岁之后 然后受浸 然后开始这些神迹 才出现 对吗 受浸是什么 就是重生 施洗药汗来到为什么要受浸 是因为他做一个活剧 告诉你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重生的重要性 很多人都会知道有主耶稣 但不明白 主耶稣之前的施洗药汗出来做什么 施洗药汗出来 就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 重生是不可以大意的 受浸将天年进入重生里面 是一件必然的事 因为神竟然做了施洗药汗出来 在主耶稣之前 就只是示范了受浸 而最重要的是 他帮主耶稣受浸 而实际上他帮主耶稣受浸 之后 他就死了 因为他跟着就拉了 被人斩了头 因为他的工作原来就是做这件事 你能够想像 神用受浸去说什么 也就是从水和圣灵生的重生 所以你想想是多重要的一个活剧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些经文 就看不到这些东西 当然不是我们教会 是外面教会 但问题是他看不到 就是他不能经历得到 他不能拥有得到 但是你连重生拥有不了 你连奔吓都做不到 你知道吗 是一件多可悲 多可怕的一件事 你看看当时这帮以色列人 如果他连余折都不能够 即余折都不能够进行 他哪有余折的祝福 他甚至是被击杀 所以你看到 如果你真的以这支帐来看的时候 你突然间发现 我所说的这支帐是主角 当然了 如果以活物的主角 当然有摩西 有亚伦 甚至有高羊 这些活物的主角 但如果里面是死物的主角 那你一定不能够弄得开 他在这个信仰当中 这支帐的重要性 而你便明白 为什么在这个智圣所里面 在这个柜里面 其中一件物品就是这支帐 希伯拉书帝这样记载 而不是摩西的手指甲 摩西的头发 摩西的一件衣服 甚至是摩西的手指 不是 里面直到说的是这支帐 就是整个神要我们知道的一个秘密 但问题是 这支帐 当然在智圣所的时候 哇 真的非常之风光 非常之伟大 非常之劲 非常之荣耀 但是你如果像我这样 这个就是first mention principle 他第一次提到的地方 你尝试从那里看回 那你就知道 原来你遗漏了那些很大件事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现在要你拿着这支帐 就是要你拿着智圣所里面 智圣所里面 和我一起拿着这支帐 一起去行一下他自己的一生 因为为什么 让你记得 你不要看到这一节经文的微小的开始 你不要觉得它微小 你现在手上拿着这支帐 就是智圣所里面 约柜里面已经发芽开花的帐 就是来自这一节经文里面的微小的开始 而这个微小的开始很明显是 神不是大意或者是取意 他是刻意的 是计划过的 神说这句话的时候 已经预计了这支帐 有朝一日会在智圣所里面 而并且亦预计了有朝一日 这个就是赐给这个小牌子 这个的铁像 你知不知道 所以 神就是说出这一个说话 在第五节 他说 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华 他们祖宗的神 就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是向你显现了 为什么 因为这支帐的今次行这个神迹 只是一个开始 但是去到这里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这里摩西这件事件 是第一次的余月节 第一次的七个节旗 因为历史里面第一次出现的 除了是像之外 是第一次出现的这七个节旗 这第一次出现的这七个节旗 是来自十灾 而十灾也是他们出现的Planet X 但是在这个第一次当中 会不会告诉我们 第二次下一次的Planet X 和下一次的十灾出现呢 因为下一次十灾 我们这次是启示录 下一次Planet X出现也是启示录 他有没有一个活剧 他告诉我们下一次出现的时候的特征呢 这个故事是不是偶然产生 还是神刻意让它诞生出来呢 而我们看这些故事当中的主人翁 除了在这支帐之外 另一个主人翁是摩西 就会给我们一个线索 第二次出现的这群人有什么特性呢 我们尝试看出埃及记第二章第十节 我相信会令大家 尤其是食安顶姊妹就很荣幸 很震撼 斟然第三十一章第十七 第十八节 他以能力束腰使傍备有力 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利 他的灯终夜不灭 我相信更多的事情 不能来陪伍 他见过他 一遍地帮助我 他只能到世界上的最终 每一遍地帮有力 有力 他便会带到他 他的心 老祭贪金献辰 伤念满烟还 赫尘荣美歌额 现谁的依旧要照亮众生 我觉信我上帝永远 这世纪租深门遥陷 要贴旗要占次委屈奸灰陈 我觉信我上帝烟临隆 为安杰兴奉盛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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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 我觉信我上帝永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